《星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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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逸城》真的给了十年 最欢乐的电影 我知道我知道 所有他们的电影我都有看 小时候的钱都被他骗光了 男孩子一定会看的就是英雄本色 这样子吗 啪啪啪啪啪啪 我第一篇被刊登的影评 就是《星逸城》出品的英雄本色 耍帅的动作 就是對我們影響都挺大的 包括吊著火柴啊 煙很帥的甩到嘴裡啊 怎麼這麼帥啊 最喜歡最喜歡到現在為止 還是最佳拍檔第一集 其實我印象最深刻的 暫時就是《倩女幽魂》 聶小倩就王主席 她在那個窗戶好像飄過去吧 小時候就是有一種 又愛又怕的感覺 然後那個黑山姥姥 我覺得太經典了 為什麼沒有找我呢 其實姥姥我都可以演啊 暑假的時候大家都要看那個 黃百明的開心鬼系列 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第一個學嚇人的那個知識 就是學他的 這樣點點人家打 《監獄風雲》 《阿郎的故事》 還有就是最流行的 就是《大錯車》那個 《酒跟騰馬》 《大錯車》其實還蠻成人議題的 可是你小學的時候去看它 不知道為什麼你就會被感動 它是一個第一個 讓我掉眼淚的電影 電影院很現實嘛 沒有到既定的票房 一下子大錯車就上了 台灣那時候好像上了11次 那香港好像演了7次 在當年香港電影 每個禮拜都會有新片上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午夜場 我們所有的導演都特別怕午夜場 觀眾是非常殘酷 跟毫無保留地去反映 他們喜愛不喜愛 那個時候 《新一城》就非常的盛大 盤踞了所有的重要的黨籍 因為《新一城》的起來 刺激了電影界那個時候 在良性的競爭 甚至他對中影當時造成很大的影響 如果不是《新一城》 楊德昌倫海灘那天不可能拍 因為他創作很自由 然後可以很多樣化 這種好萊塢式的電影 香港那個時候是沒有 就他們這個演員特別生動嘛 因為就是他們非常不正經 每個人都長得 我的媽呀 這是火車 天啊 我進了什麼賊船了 所以那裡邊就是最不正經的 劉麥家嘛 他就演唯瑣也演得特別好 泰皮羅賓 不曉得我那時候十幾歲 看他表演很療癒 那個 也那個開心鬼那個 黃百民 對對對 夠像 夠像 石天 曾志偉 徐克 還少一個啊 還有一位詩男生女士 他們的大姐大了 大姐 以前《新藝城》這幾位電影前輩 做的這些作品 他其實是有在各個族群裡面 的人物的故事 他的那個脈絡很清楚 他的價值觀也很清楚 那個影響應該是很潛意末化 我覺得是團結吧 比較全面性地去轟打觀眾 一條龍從創作一直到發行 都有趕上時代 或者超越當時時代的意義 戒嚴到戒嚴時期的那種 對於各種可能性的一種摸索 然後那種探求 這也是我覺得 在那個80年代的時候 這些作品會跟台灣人 有這麼深刻的互動 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那是一個 值得記憶的 年輕 充滿創意的 而且給台灣多多少少 帶來很正向的影響 那個公司 《新藝城》出品 《新藝城》出品 觀眾有信心 《新藝城》出品 《新藝城》出品